6月14日,记者从山西省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五龙口海鲜批发市场了解到,该市场销售的生鲜三文鱼已全部下架。 当天下午,记者来到五龙口海鲜批发市场水产区,检测人员正在三文鱼专银店内采集样本。 该市场经理魏伟介绍,五龙口海鲜批发市场销售的生鲜三文鱼目前已全部下架,之前的三文鱼销售货品已接受抽检。 一起采取措施,该下架的下架,该封存的封存,我们要在积极地配合相关部门在做检测,该检测结果一出来,我们会向社会和公众所公示。 有待于检测结果公开以后,我们还要响应政府的号召,该放开再放开,敢让大家所要求所想购买的三文鱼再上市。 据了解,在北京新发地农批市场检测到新冠病毒以后,太原五龙口海鲜批发市场马上进行自查。 魏伟说,五龙口海鲜批发市场落实食品安全所证所票制度,严格查验进货台账。 我们都要问经营户哪个批次,你问谁家进的,在什么什么公司也好,什么什么市场也罢,跟着票就回来了,我们必须得看。 不但看这个票的日期,还要看这个票的这个源头在哪儿,这个是我们把控的这个做工作的一大部分吧。 到了哪儿了,来了多少数量,我们都有记载,把控的非常严,每天要做登记,每天要汇总,每天要上报。 据了解,该海鲜批发市场严格落实登记、测温、消毒、排查等防疫工作,对卖场、排水沟、环卫设施等进行不定期循环消杀,减少人员聚集。 同时,持续加大对从业人员的疫情防控知识教育。 商户的要求就是开门之前和闭门之前的消杀工作必须做,每家都有消毒桶,我们就每天要求他们这么做,对他的车辆人员也进行消杀消毒。 重点地区来的人,包括他们的物流人员,还有咱们的这个采购人员,进我市场来都要进行咱们体温的这个检测,包括到我市场来采购的这个顾客,也提倡他们广播里头也宣传,把口罩戴好,不要随地吐谈。 这个消杀工作呢,我们一直不会放松,更要主动积极地把这项工作做好。